柯文哲為什麼做這個選擇呢 他一定是發現藍軍的票他完全拿不到 所以他索性就要走這種所謂墨率道路 以及蔡英文的錢 你來到我重慶坦白 我是歐重慶 我們看到柯文哲最近 整個動作非常的怪異 那就是他的言論呢 突然有一個奇特的拐彎 他說了一句怪異的話 那就是他說他自己是墨率的 而且他說他要走蔡英文的路線 這真的不知道老師在說什麼 什麼叫做自己是墨率 又什麼叫做他要走蔡英文路線 這個意思是不是指他拿了選票 是要拿屬於墨率的選票 又指的是不是指說他整個政策要走蔡英文的 所謂親美然後呢抗中 然後保台的路線呢 我們來分析一下 或者直接來看他最近的動作到底在做些什麼 因為這個柯文哲啊 經常是前後非常不一致的人 我這個說法可不是現在詆毀他哦 因為呢光是在10月到11月23號之間 他關於藍白要不要合的事情了 他就前後搖擺超過12次以上 所以你永遠很難相信 他說的話到底是不是真切的 這樣的搖擺這個左搖右搖 現在呢卻又說他是墨率 然後呢他又說他要走蔡英文路線 到底值不值得信呢 咱們現在來看看此時此刻的柯文哲 簡單的說當他要這麼說有兩個可能 第一個就是他是要爭取媒體的曝光度 要讓大家覺得吸引眼球 那麼如果他講啊他是藍的 或者他如果說他自己是啊 這個是白色的 那可能是不會有任何的媒體要注意他 他再次說他是墨率的 其實並不奇怪 可是他上回講他是墨率的 那個時間啊是很多年前的 這樣一來 極有一個可能 當他說他是墨率的時候呢 他有兩個意思 這兩個意思就是首先確定了 他是要吸引大家的眼球 請大家注意我 我現在說的可是墨率的哦 但是大家知道墨率的票 就是指啊這個獨派的票 而且獨派的票呢一定在民進黨那邊 不可能投過來柯文哲這邊 那麼大家想 想墨率的對他票有什麼幫助嗎 照理說是沒有幫助 就變成只有一個吸引眼球的作用啊 因為所有墨率的票幾乎是看到民進黨就蓋 如果不是民進黨他們就蓋不下去 這才是真實的道理 好 那麼咱們再轉另外一個彎 他第二個可能是什麼呢 也就是說他說他自己是墨率的 那麼他等同於在暗示著大家 他選後啊 他合作的對象 是與民進黨合作 也就是所謂的 他那幾席部分區 不管是三席五席八席十席 他的合作對象 是與民進黨合作 所以他的目標是在政黨票這邊 而不是在個人選票這邊 因為政黨票投給誰 這就是另當別論啊 這樣一來 大家似乎弄懂啊 投政黨票跟投大衛的龍頭票 可是不太一樣的哦 他知道龍頭票大衛票呢 反正他固定的就是200到300萬 可是政黨票他或許可以多拿一些 於是他講他自己墨率的 是跟這一則有關 好 那麼咱們再看另外一句話 那就是說他走的是蔡英文路線 這就似乎更搭了起來了 因為他講他走的是蔡英文路線 這就表示 他是和過去七年半以來的民進黨 是完全合拍的 這更是告訴大家 他的路線啊 如果在裡面了 那當然會和之前的民進黨 繼續走同一個道路 所以現在的柯文哲 把這兩個話 你加以比對 你就知道 他現在是意在指 席次 以及他拿到席次以後 將走哪一種道路 這個道路叫做蔡英文道路 也就是說啊 他不管拿到三席 五席 七席 九席 十席都好 他 會走 之前蔡英文 那一種 一天到晚 以美國作為最高指導原則 然後呢 再把所有的台海問題 歸結為都是對岸 所惹的祸 接著呢 是日本說什麼也照樣配合 然後呢 是一天到晚制造兩岸問題 的這種奇怪道路 柯文哲 為什麼做這個選擇呢 他一定是發現啊 藍軍的票他完全拿不到 所以他索性就要走 這種 所謂墨率道路 以及蔡英文路線 感謝你的收看